抽脂手術 抽脂手術 抽脂手術的話最重要的功能是改善體態 它是減少脂肪 但並不是減重 或者是有人講叫減肥 就是說抽脂手術 並不是來讓身體的體重下降 而是讓身體的脂肪的量減低 利用抽脂手術將脂肪抽取出來 它的重點是讓身形變得比較好看 去改變身體的形狀 所以它跟減重是不太一樣的 至於說運動能不能夠就有很好的身材 要看你追求的是什麼 如果你可以做到非常強的運動內容 像健身之類的那種 當然肌肉的比重會增加 那身材就會比較像健美選手那個方面去走 可是大部分的人其實是 第一個不見得是一個目標 第二個就是可能也做不到這麼強的運動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說 真正去利用運動減少身體的脂肪 它不見得會如你所願的 就減在你想要減的地方 因此就是抽脂手術 基本上它是一個利用手術快速改變身形的一個方式 它跟運動、結實是可以相輔相成 但不能夠完全取代的 所以就要看一開始定的目標是在哪邊 如果是想要身形雕塑的話 譬如說很多在台灣我們遇到的女性朋友 它並不是要追求全身都是很有肌肉的那一種 它是追求反而不一定要很多肌肉 但是就是要有點柔美的那個方面 那身材要有曲線 那像這種訴求就很適合做抽脂手術 再配合一點一般的健身 結論就是抽脂手術基本上 抽脂、飲食控制跟運動 它是三個都會讓身形、身材變好的方式 但是它們是可以互相相輔相成 第一個就是說 已經嘗試過運動 但是它覺得有些地方剪不下來 就剛剛提到的 那我們可以利用手術 再輔助加強這個方面 第二個就是說 它本身確實沒有運動習慣 那它想要快速的減少身體的脂肪 然後達到塑身的效果 那這個也是可以 尤其是當然女性朋友會居多 其實來抽脂的男生也在增加當中 男生除了說把脂肪減少之外 他們也會比較要求就是 抽脂的時候順帶做出有肌肉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抽脂手術方面 就可以針對肌肉的線條的形狀 去做進一步的脂肪雕刻 讓肌肉的形狀更明顯 這些都是很適合做抽脂手術的 其實有一個簡單的常規的評估 就是說BMI可能35以上 它會建議你先減重之後 再看是不是要抽脂手術 你BMI太高的話 抽脂手術第一個 有可能增加病發展 第二個沒有先有其他的飲食控制 抽的可能很容易複胖 所以我們一般 如果我們先不考慮那些很肥胖的 先以大部分BMI35以下的 其實實際上我們在臨床上遇到 絕大部分也是這個族群 它可能不是很胖 但是它就是想要再瘦一點 或者是它就是某個特定部位 它想要再瘦一點 那如果說是抽脂的量比較多 一般我們也有一個標準 大概就是抽的量在5000CC 6000CC以上 大概就會影響到 術後的恢復狀況 會有一個分水嶺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會建議 大量抽脂控制在5000到6000以內 實際上臨床上操作的話 我們也是同樣有印證這個事情 就是大概在5000-5000以下 它恢復是相當的不錯 那5000-5000以上 就會看每個人的手術前的身體狀況 有一些人平常有在運動的 實際上影響也不大 或者是說他的身材比較高大 其實他能夠容忍抽出來的脂肪量 也會比較多 再來就是說醫師抽脂的 不管是技術也好 或者是儀器也好 也可以在這方面增加安全性 實際上還是要以醫師做每個人的評估 確實如果想要抽的部位比較多 可以依照不同情形做分次 譬如說 腹腰加上大腿 或者是腹腰加上手臂做一次 如果是手臂要做 又腹腰然後再加上大腿小腿 那這方面就要認真考慮術後的恢復狀況 自體脂肪融爐的話 不管大腿腹部也好 移植過去到胸部的脂肪 基本上也是會隨著體重改變 而改變他的大小 也就是說如果自體脂肪移植到胸部之後 你變胖 他也會變大 那你變瘦的時候 他當然也會變小 我們會建議就是 維持固定的體重 就臨場經驗來講 抽脂肪的地方 他是會再生一些脂肪的 譬如說大腿抽過脂肪之後 那你如果吃胖 他其實還是會脂肪還是會增加 手術後的時間慢慢過去之後 實際上也會再增加一些 脂肪細胞會再再生一些 希望的話就是說 你維持你自己理想的體重就好了 因為你只要去改變體重 不管是要抽的部位或者是胸部 都會因此而改變大小 手術是把皮膚層跟肌肉層中間的脂肪移除 那移除之後 皮膚跟底下的組織是比較鬆散的 第一個容易積一些組織液造成水腫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有一些動作 他其實會不舒服 因為他會晃 所以瘦身衣在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他有加壓 第二個有固定的功能 就是說第一個會減少身體的不適感 第二個是他有些壓迫動作會減少一些水腫 但是在手術後的一個禮拜之後 其實是可以不用到24小時每天都穿 實際上大概一到兩個禮拜之後 穿一半的時間其實就OK了 有些人的想法是會覺得是 做生衣可以有一個塑型的效果 會幫助組織不要那麼腫脹 就手術後的凹凸不平 其實跟穿塑身衣沒有 我們是認為沒有很直接的關係 實際上還是跟第一個 就是說脂肪本身 本來就不是一個很均質的組織 第二個就是說 也是要在手術手術的時候 就注意這個脂肪套 並不是一味的穿塑身衣 之前也有些人會想說 穿三個月半年這樣子 平常上這都很難做到 胃繞道、胃束帶、胃水球這些東西都可以 但是它是做在一個所謂叫做 惡性肥胖的患者 像我剛剛提到BMI35甚至40以上的 它有不同的治療方式 實際上這些東西其實減肥 醫療方面有很多方法可以做 像我們手術就是把脂肪抽的 胃束帶、胃水球 就是讓你吃的比較少 胃繞道基本上就是讓你消化 吸收比較少 吃東西我們有吃藥的一些 減重的藥品 基本上也是讓你吸收給它那麼多 其實實際上我們都是在用 治療身體的方式 但真正會胖 很大一部分是腦袋裡面的問題 就是你想吃 實際上有很多做過 胃束帶、胃水球這些 他們到後來是改變飲食習慣也是吃了很多 可是蜈蚣 蜈蚣潮水我們其實有幫人家叫 就是 因為他們想要訂 所以我們的服務人員就會幫他們訂 這樣 但說真的 因為我不是血症瘤 實在是不知道 對啊 那你說如果要快速恢復 就我們自己這樣子臨床的經驗來看 要能夠快速恢復 其實很大一部分會取決於 第一個是你本身的體能 第二個就是手術一開始的規劃 還有執行操作 如果說我今天規劃的部分 就是按照你的體系、體力 手術中的這些儀器檢查看 然後還有手術中出血量 我去做執行出來的這樣一個手術 我們預期通常都是要 可以自己走醫院的 然後隔天自己再走回來的 那如果能夠達到這樣 其實後續恢復都非常的快 患者本身自己能夠做一個 我覺得比較有效應該是 手術前開始做一些制度的運動 增加一些體能 但手術後的話我們有一些消腫的療程 譬如說我們有遠紅外線的照光益器 然後手術後的按摩、療程這些 通常手術後會建議就是說 多補充蛋白質 還是要補充水分 讓這個傷口的癒合 有足夠的養分可以癒合 回歸到剛剛 第一個就是你本身的體能 第二個就是 醫師手術的這個執行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術後怎麼樣跟你 就是做一個密切的聯繫 你可能會覺得還是有點頭暈啊 你用力那時候會比較不舒服 那我們可以告訴你 其實這沒關係 你可以照樣的日常生活 這樣子走 那再來就是說不要都躺著 你一直躺著那其實 身體循環會比較差 那這些肌肉沒有運動的話 其實更容易水腫 就是正常的飲食 多補充水分啊 多補充蛋白質 看你設定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你希望的是 快速的明顯的改變身型 那湊子手術絕對是首選 實際上它也沒有那麼可怕 實際上它也沒有那麼可怕 在個安全的環境 有經驗的醫師 好的儀器設備的操作情況下 其實它是恢復非常快的 我們其實大部分 抽職後都是自己走回去的 都不需要輪椅 也不需要人家服 隔天也都自己回來 有另外一些部分就是說 有一些明明已經很瘦的 他還想要利用抽職在檢測 這部分我們就會變得比較保守 就會在手術前要花一點時間 跟他談就是 到底他要的是什麼 那手術到底能不能夠做到他想要的 還是回歸回來就是說 第一個 你的預期目標是什麼 第二個 我們這個手術能不能夠達到你想要的 如果這都能夠做的話 那當然抽職手術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而且又快速 有些人很怕被別人知道做手術或什麼 其實你只要恢復的快 就不太有人知道 如果你沒辦法接受手術 當然你可能就要去做一些非侵入性的 譬如說市面上有許多 膠指針、冷凍融子、超音波融子這類的 那他們的能夠移除脂肪的效果 相對是比較差 但如果你可以接受 就是我只要一點點 那我不想要手術 當然他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但那就是不同的目標 但是如果你就是要明顯、要快速 收指就是搜尋